长月尽名中桑九最后引来雷杰那一幕真的无法接受 凭什么 天欢待人灭了整个傍族没有惩罚 将桑又丢进荒渊也没有见天雷出现过 若是桑九没有成魔 结局就是他直接肉体灵魂一起消散在荒渊中 天欢入主欲清宫了吧 天欢虽然是上清神域的人 可也大不过天道雷杰吧 还有神魔大战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这个雷杰连明夜都能劈死 为什么不去劈魔神 不去劈天欢了 桑九炼化清晨之欲是为了复活墨河族人 而且炼化的都是藤蛇族的鲜水 是他们炼墨河在先 所以用来复活墨河牺牲 也算是因果循环吧 可是却引来了雷杰 桑九只差一步就能复活墨河族了 可是他早已没了肉身 是熬不过雷杰的 所以他痛恨天道 怎么看都是不公平的 这就像坏人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 不过明夜在桑九死前的那番话 成功洗白了 他也是第一次当别人的夫君 所以是他对不起桑九 而桑九看似没有原谅 实则是给他留了一线生机 可惜明夜不懂 好在黎苏苏苏用那颗珍珠唤醒了明夜 也阻止了蛋台进入魔 而天欢若不是桑九杀了他 他又能受到什么惩罚呢 有藤蛇族在 他们也会想各种办法给他重塑鲜水 即使死了 也有法宝将他复活 可桑九什么都没有 他甚至只有靠吸收族人的躯窍 才能强大自己给他们复仇 所以般若复生梦中时 前面十二神为了苍生牺牲 后面天欢为了权势 害人害己有点拉低格局了 如果天道在天欢害人的时候降下惩罚 就不会有桑九入魔了 而桑又也会好好活着 所谓的雷劫 不仅仅是要桑九的性命 更是绝了他复活族人的希望 怎么看都是不公平 都是对桑九的残忍 是一种剧的